蜡新闻152 152 蜡新闻欢迎你收看今天6月18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今天的疫情 李隆藤院长要帮我们做分析 而桃园的个位数看起来是有好的发展 可是双倍好像还是陷入一个疫情逐渐威胁的状态 死亡率跟死亡的人数还是让大家不能掉以轻心 因此周末不要乱跑 不过在疫情稳定并没有恶化的状况之下 疫苗已经成为了一个各界关心的焦点 今天美国的我们所购买的莫德大的疫苗24万剂 在下午已经来到了台湾 而同时还有41万剂左右也会来到 另外日本跟美国的政府他们持续的捐赠 特别是美国的75万剂应该也会在6月底运送到台湾 在疫苗施打的状况之下 捐赠疫苗的郭台铭董事长 他步步进逼指挥中心步步的跟卫福部 在代表权跟证明文件跟资格上面 有一些交锋的情况之下 今天突然峰回路转 我们行政院的发言人罗炳成在各界毫不知情 保密保到毫无风声的情况之下 宣布了说政府是特别核准了 红海集团旗下郭台铭先生的永灵基基会 跟台积电各捐赠我们的政府500万剂的BNT疫苗 这下子各界都已经炸锅了 很多人发现郭台铭董事长今天早上 本来是要逼宫求见蔡英文 蔡英文到底如何拆解这个危机呢 变成各界的焦点 可能在野党又在想要炮声隆隆的来轰打蔡英文的时候 突然发现台积电的角色已经变成了蔡英文高手谈判家 她在这一个事件当中所扮演的一个高明的角色 等一下我们把所有的内幕告诉大家 等一下我们也要说 本来郭台铭董事长要见蔡英文 结果蔡英文今天下午各位看到画面 他所见的是永龄基金会的郭台铭 以及台积电的刘德英 但是台积电背后的这一位张忠谋先生 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护国神人 全民干爹恐怕不太是郭台铭 会变成张忠谋吗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以一个 希望这500万剂 500万剂两家的企业的台湾的最知名的企业家 都能够完成他们的任务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疫苗 为各位介绍来宾第一位是 人际医院的总院长李龙腾 李院长 各位好 大家好 欢迎你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政治评论家温朗东 各位好 大家好 谢谢前国大代表黄鹏夏先生 各位好 大家好 谢谢周伟航教授 各位好 大家好 好 现在国民党到底要怎么讲了呢 人家郭台铭跟刘德英都已经进了总统府了 你叶元芝介绍一下 柯姐好 大家好 继续为各位介绍 今天要独家报好多好多的料 特别是郭台铭说 民进党党内有不同派系的人有意见 不让郭台铭购买BNT的疫苗 这件事情顺利达成 我有一个建议 到底是谁 把他抓出来公审 对不对 来 民运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 今天的这一件事情 从凌晨开始 就有消息指出 郭董事长因为他要求 他在购买BNT疫苗上面 虽然指挥中心已经开了一些 不一样的方便门 但是他说有好几个关卡 这些关卡他需要见蔡英文总统 而在一个多小时之后 蔡英文总统的总统府就回应了 他说他愿意因为要买疫苗 他愿意达成 那再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突然行政院宣布他们要开记者会 对于疫苗购买的事情 大家都以为呢 这还是行政院卫福部指挥中心跟郭台铭之间呢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为了台康生计啊 或者是永宁基金会要买BNT疫苗呢 在折冲啊 谈判之间呢 恐怕有一些新的进展要宣布 没想到呢 行政院出来扔出了另外一个礼物 5号就是台积电也要捐500万的 记得BNT疫苗 台积电跟郭台铭 台积电跟鸿海集团 台积电跟永宁基金会 妙集了 这后面运筹维吾人是谁呢 等一下我们要来揭秘了 来看今天这一个 这个转环来转环去 柳岸花明又一村的 购买疫苗 捐赠疫苗的案件的整个的发展 心心念念采购疫苗的 鸿海创办人国台名 又夜不成眠睡不着觉了 一口气发出八点声明 喊话要政府公开表示 接受永宁基金会的捐赠购买 可以拥有代表政府的采购权 同意我方对于采购德国BNT 由德国制造出货的疫苗 给予合约进口许可相关法律文件 还说有各种看不见的力量 对本案产生技术性的拖延 可不可以核准我们这个合约的结构 或者是说可不可以核准我们这个 捐赠合约的细节 还有这些互相彼此的权利义务 其实这都是必须进入实质的讨论 所以所谓的协助应该是更快的推动 实质性的讨论 而不是只是协助 我觉得协助这个字眼比较空泛 政府将进行特殊的采购安排 第一 政府将发函授权台积电 及鸿海永龄基金会 代表政府洽谈购买各500万剂 BNT德国原厂的疫苗 送抵直接送抵台湾捐赠给政府 否认阻挡传闻 行政院正式宣布授权给永龄基金会 而且还加码不止郭台平买疫苗 护国神山台积电也掺一脚 台积电他提出的购买的数量 是500万剂 也是BNT的原厂疫苗 制造的疫苗 台积电并不是政府去鼓励他 出来买疫苗 而且是他自己自动自发愿意的 此外台积电没有付任何的条件 台积电6月10号提出申请 无条件投入洽购BNT疫苗 韩国台民相比台积电更显霸气 500万剂BNT疫苗 通通捐给政府一剂都不留 鸿海则是希望保留部分疫苗 给员工使用 至于在疫苗上面 我们当然也都希望是从德国那边 在那边生产 从德国来的 我们大概基本上在目前 我想国人对这也比较有信心 但我强调这困难仍然很多 那两家公司跟我们都要一起来把这困难 把它排除掉 坚持德国来的比较有保障 韩话一起努力 政府民间企业多管齐下 台湾想购买BNT疫苗又多出了一线树光 好这个最新的发展是台积电也要捐赠 我们的政府500万剂的BNT疫苗 但是没有任何的条件 可是前提大家都不能忘记的 就是BNT它的疫苗 跟其他的正在世界各国 在施打以及输出给别的国家的疫苗 全部都由政府做决定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要请教明玉 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末 你帮我们做一个说明好不好 就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突然郭台铭董事长 他们就发布了一个 这个郭董他自己发布了一个脸书 那他有八点声明 那他的这个脸书 是说他要见蔡英文总统 要公开授权买疫苗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因为从第一时间 他说要买这个疫苗捐赠给国家 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多次的 这种这个互相的沟通交流 那他已经跟陈时中见了面 也跟这个有沟通 跟周志浩疾管署或是死要署也都见面了 那今天他要求要见面 然后大家都在看蔡英文 你怎么样的回应 蔡英文你完了 他要公开授权 你要是跟他见面的话 中华民国这个主权都会被这个出败了 对不对 今天上午各界都在讨论没想到中午 行政院长宣布说 除了郭台铭董事长要捐赠之外 台积类也有 应该讲 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一场 你这疫苗的采购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是郭董 跟这个蔡政府 蛮精彩的一个政治过招 怎么说你看郭台铭 我们认为说今天他这个这个八点的声明 其实是有点像摊牌了 九百字九百字的一个声明 我认为是一个政治上的摊牌 现在最主要是讲两点 你看他第一个讲得非常的明确 他讲说所有东西都是要这个蔡总统明确的才是 不然你采购不能够真正的开始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去找蔡总统呢 其实两个点 第一个点他就讲到派系的问题了 这也是我认为是说这个郭台铭 他一直心里面一直觉得了 觉得说民进党有派系在卡他 你还记得我前几个礼拜 在在这个蔡姐节目当中就有讲 他说他发表一个声明 就是同岛一命 有没有 当时我就直接讲说这个同岛一命 不是讲给中国看的 因为中国什么我们台湾什么 大家两岸同胞鬼话 那个不是他同岛一命 其实是要讲给民进党里面的人听的 因为他就一直在旁边 我不知道是旁边有人在让他 他还是他自己到底有碰到什么问题 他就觉得民进党里面就是有派系 就是要卡他 不爽他去做成这个生意 我不是独家爆料了 其实他讲的人是行政院 那个时候他讲的是行政院 他就是讲苏系人嘛 讲苏系人嘛 可是后来我有跟总统府在这个确认 他们说哪里有 好 那个是一开始 对不对 是 那他所谓同岛一命 然后所谓的正传媒的独家新闻 就是暗示说他要跟总统见面 那个时间他要跟总统见面 否则的话 你们这个派系里面有人要挡 那他那个直接这个指控的就是行政院长 苏贞昌跟他的人嘛 对不对 在那个时候 你看他从几个礼拜前 同岛一命那样子的一个声明 然后透过我们媒体发独家 他就是要在那边喊话 那当然了 我们也非常的希望 他今天跟总统见面 你就直接跟总统讲 到底是哪个派系在卡你嘛 因为我觉得不能 就是说你左手在扣过你的声明 再放话派系在卡你 可是右手呢 你的刘又彤又出来讲说 没有了我们也只是听说了 好像了传闻啊 可是我不不能不能这样讲 因为你看哦 今天包括这个郭董 声明出来讲 在野党马上就打折随顺杠 打折随棍上 就直接讲说 你看就是有派系啊 民党派系在运作啊 可是我真心的认为说 郭董你这样子 影射的声明 不然你就直接当面跟蔡总统讲 你觉得是谁 你就直接指出来这个名字 那这是第一个 他就指控派系 那当然很多人 就会觉得说 郭董这一招非常的高明 如果将来呢 他买成了 哦 我容辱自负 你没有辱啊 就是容全部都到你身上 那如果买不成呢 那就是民进党的派系在卡你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郭董这笔买卖是稳赚不赔的啦 好这个 可是这件事情啊 就是说发展到今天呢 以前在中午的记者会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 有台积电的缴税 那虽然各界都晓得 政府已经开了绿灯 给所有的企业集团 来捐赠疫苗嘛 对不对 在这个郭董想要 所谓捐疫苗的时候 或是佛光山啊 还有很多啊 那个团体啊 甚至于连张亚中 他的那个什么什么学校啊 孙医仙学校要捐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说 企业家都可以捐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我看到网路上 也有很多人说 对呀 那台积电护国神山可以捐啊 那而且台积电 他有晶片嘛 那晶片要不要换疫苗 这个在今年的 这个啊 大概三月四月的时候 就已经讨论啦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两条线呢 那郭董刚才 民喻告诉我们了 他第一时间呢 他就说 他要这个捐赠疫苗 然后他怀疑卡关的是行政院 的里面的 其实他指的就是苏院长 但苏院长是被冤枉的 你知道吗 到现在 然后还有他的派系 甚至于还指指某一个立法委员 那透过了一个所谓的正传媒 而且是节目主持人的一个媒体 然后那个媒体还在他的节目里面讲 那讲的好像振振有词的样子 那经过我的查证之后呢 好 蔡英文总统其实也知道 他在讲什么 因此后来的发展是什么 后来的发展就是指挥中心宣布了说 你可以不要原厂的这个授权书 你可以要原厂出货证明 对不对 所以已经有下一步了 那蔡英文总统已经把你的所谓 你怀疑行政院长 或者是行政院的派系的人 这个党你的这件事 其实已经拆了 而且行政院也拆了 因为指挥中心属于行政院的 不是妈妈迷运 那已经到了第二步啊 对不对 那到了第二步的时候 你要原厂的这个证明书 那陈始忠说过一百次 他说你要告诉我你有货啊 对不对 这个政府已经到第二步了 到第二步说要有货 然后突然发生了 就是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还是说他要见总统 那这里面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第二个其实就是卡在最主要的签约问题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一直到一直到 那关键了 今天为什么要见总统呢 是因为自己的卡关事 因为上海复兴非要做这个购买 这个BNT的那个签约的主方 对不对 没错 这个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好多次 就是上海 其实不是我们政府不愿意签 是上海的郭广昌 上海复兴郭广昌 他扭回去了嘛 因为你到最后不管是三方合约 或是在搞一个什么玉立的四方合约 不管啦 反正你最主要是政府要签嘛 那政府说不是我要这样做啊 是因为你全球的四大药厂 你包括JJ都已经发声明了 他不跟还有BNT也是这样讲 我不跟政府以外的机构来谈嘛 那所以呢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要上海复兴 他又讲说我是台湾独家的代理权的话 那他如果最后要签约 那他最后一定是要跟台湾签 或是跟中华民国政府签 那他不可能 中国台湾 中国台委不可能嘛 所以基本上不是我们政府不愿意 是上海复兴的郭广昌 他后面就是中资啊 他一定都Q回去了嘛 那郭广昌跟国台办啊 其实他们守这个上海复兴 不把那个台湾的代理权交给你 永灵基金会 或是郭台铭董事长 台康胜进 其实态度是非常坚定的 各位要看呢 这个是6月18号这一天的上午 这个郭台铭写给蔡英文总统的 一个公开的这种质疑 跟公开的要求要见面 要协助嘛 那是你看啊 他说台湾疫苗短缺呢 对于蔡总统跟媒体表示 要开绿灯协助永灵基金会 跟国台购买 那本人都感到有希望了 这件事情在前面 他说 因为他第一时间 在郑传媒里面 就已经说了 说是你刚才讲的嘛 就说有派系在主党嘛 那派系主党 那蔡英文总统 已经叫指挥中心 也就是行政院下面的 指挥中心卫福部 要这个把那个原厂授权书 改成原厂证明啦 那所以就已经帮你 拆解了派系的这个卡关 就算有派系的话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今天还说 他说这个6月1号 一主管机关送件 迟迟没有获得主管机关 正式回复 好6月10号给了卫福部 陈部长两天后 取得部分进展 这一天其实他们 部长有跟他沟通 然后这个周志昊 有跟他沟通 他们也承认啦 那能在6月13号 跟主管机关开会 晚间又接获 陈部长来电 表达会协助本案 所以明宇到这里 有哪个派系 行政院有卡关吗 没有吧 看不出来 看不出有任何的卡关 可惜的是在端午廉价结束之后 又有消息传来 民进党不同派系间 有不同的意见 巧合的是 又有媒体出现 无法查证讯息来源的 不时不倒 各种看不见的力量 开始对本案产生 技术性的拖延 这是真的吗 这个最近讨论 郭总的案件 的是哪些人 是哪个节目 蛮多 大家不是每天都 不是 但我知道 他那一篇是在讲新新闻 新新闻就是在讲说 这个郭台铭的 这个签约的内幕 新新闻是属于哪个团体的 封传媒 封传媒是哪一个 这个政治立场的 亲中 对不对 有吗 当然 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 所有的事实 大家我们来解剖 观众听得懂 我们大家都听得懂 前面你说 有人卡关 那个 然后连那个 这个郑传媒 谢政武的主持人 他很少这个专门 帮一个人讲话的 一个节目主持人 他都在节目里面 拿了正传媒这个 这个独家新闻说 有人卡关 蔡英文总统 你们下面就有那种 那种坏蛋 在卡人家 那你要解决 那所以呢 从六月一号 他交了之后 就解决了 对不对 解决了 然后部长也给你电话 那部长老板是谁 是院长啊 所以弄到这里 突然他说 民进党不同 派系有不同意见 媒体出现 无法查证的消息来源 不是报道 他后来不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又说以后你们任何人都要 我永灵基金会跟我郭台铭讲的 才是真的不可以随便乱讲吗 这个如果郭台铭董事长 我这个是对他买 购买疫苗啊 捐赠我是很佩服的 可是你身为一个要买疫苗 这么重大的事件 你居然说媒体又出现 无法查证讯息来源的不实报道 各种看不见的力量 开始对本案产生技术性的拖延 这个是指控谁 好 再接下来 他说我每日忧虑夜不成眠 在17日凌晨向 忧心又充满期待的国人 报告本案仍在进行当中 然后呢 也感谢曾经得到 卫福部陈部长的承诺 在发表三点声明后 受到包括来自 蔡总统及民意代表发言认同 可惜的是关键日问题 如果没有办法突破 那我提出意见 一 政府公开表示 接受永灵基金会捐赠 让这个捐赠的购买可以拥有代表政府的采购权 好 接下来他说 同意我方提出的捐赠合约 进入实质细节的讨论 也同意我方对于采购德国BNT 上海复兴的制药袋 由德国制造出货的疫苗 所提出的合约架构 本人声明在此事上 绝无政治跟商业企图 未来可以受检验 最后为苍生请命 希望能会见蔡英文总统 那请问名誉他为什么要会见蔡英文总统 会见蔡英文总统是让蔡英文总统 做那个国民党骂的那个 那个武则天独裁这个的女皇 然后当场下令说 好 拍板 郭台铭我准你 给你特权 叫你随随便便 不管怎样都可以把BNT疫苗 随便签约 不管有没有中国台湾 不管有没有这个 这个上海附近都可以买吗 这一篇这个脸书的内容 所以我就说今天这是一个政治摊牌嘛 他就是最后只能用上海复兴 这个代理来买嘛 所以他就认为说上海复兴 他不可能跟你 臺灣的政府来签 所以他就是要求说 那我就是永龄 永龄的话 所以他在最后脸书 他还有再加一句 就说我的合约上面 绝对不会出现中国台湾 那这个合约的署名 可以公租于是给大家看 他还说什么 他不会做丧权辱国的事情 所以最后你看讲回来 他就希望说这个政府你干脆就放手吧 你就让我的永龄去签 我去跟上海复兴签 我们就回到商业机制 可是你看他这个乍听之下 我是说乍听之下言之右脸 但是政府你看今天 今天包括行政院出来讲 还有下午这个蔡总统跟他 还有跟这个台积 跟台积电出来开 我觉得就破了这个局了 破这个事情精彩绝伦 就是自己郭台平董事长已经今天的脸书 已经把所有经过都写了 6月1号开始哇这个24小时之内就送件 而且郭台平夫人一起去的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戚戚以待 然后国民党就痛骂这个指挥中心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原厂授权呢 这个后来AZ来的时候还耻笑说 有没有原厂授权书对不对 好那是6月4号 然后6月6号呢 我们又来了美国的这个一个团 告诉我们要给我们疫苗 各位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请你看这个时间的发表 然后接下来呢 大家都在等郭台平董事长 有没有原厂授权书 他当然没有原厂授权书了 因为BNT是上海复兴代理 而且他是代理全世界的 跟这个华人有关的 而且上海复兴还说 你除了跟我上海复兴买台湾 BNT之外 你不可能有第二条路 好结论就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郭台平董事长已经碰壁了 郭台平董事长他本来以为习近平 或者是这个更高的什么 他在中南海的朋友栗战书 这些人可以帮他解决 可以帮他摆平郭广昌 结果没有用 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一个中国 对不对 好这个事情呢发展到最后 那你就政府说好啊 没有原厂的授权书 那我就要你要原厂的出货证明 然后大家原厂来签约 结果他发现做不到 因为上海复兴 一定要做那个签约的人 没错 好 所以就两个点嘛 第一个今天政府 其实他就是读你那个 郭台平手上没现货了 他也是认为说你手上没现货 你大概也是喊喊 第二个就是说你签约的部分 你还是会碰壁 不是我最后再强调一次 不是我们政府不签 是上海复兴 他不敢跟台湾的政府签 因为要签三方合约 上海复兴 永龄基金会跟台湾中华民国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怎么会同意 让你用中国台湾或中华台北这样签 这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天郭台平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说 那你干脆就让 你就是卫福部这边就不要签了吧 你就是让我直接上海复兴 跟这个永龄基金会签 做走商业的模式 商业模式完之后 我再捐责给你 我觉得他最后是想要去逼迫政府这一块 但是我为什么今天政府破他这个局 因为BNT根本就要跟政府来往的 BNT卖疫苗 所有的大疫苗厂都是用政府去卖 对不对 所以今天蔡英文才把台积电搬进来 这是下一步 因为这件事情很复杂 又很精彩 这个对我们的新闻界来讲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 其实郭董事长今天这个声明就是 我买不到了 你要我用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 跟对方这个政府 或是原厂买 我买不到 然后呢 我小人一点了 就提管你蔡英文了 都是因为你们下面给我搞鬼了 所以我要去见你总统了 成了就是我 对 我要去见你总统了 不成就是民进党派系 然后你总统不敢见我 那你就是不敢授权 你就是阻挡我们大家拿疫苗等等 结果没想到发生了中间的行政院 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精彩了 这是第二段 韦航你帮我们来形容一下 郭台铭的脸书前面的背景这样子 然后早上我们都还在等 好小子 蔡英文你糟糕了 尤其叶元智应该很高兴 蔡英文你完了 你完了 你五百万的BNT 郭董的这个疫苗 你给我挡 我要疫苗 其余免谈 我攻死你 把你蔡英文给Case 把你蔡英文推翻 没想到 行政院开了一个记者会 总统在稍早的会见上 当面 那也很诚恳的 感谢 刘董英董事长 跟郭台铭董事长 谢谢他们的热心意举 那也表达政府的立场 很简单 我们会穷尽一切的 可能跟努力 获得更多 更稳定的疫苗的供应来源 那第二部分 总统也指示行政院相关部会 持续密集与两间企业进行协商 提供全力的协助 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相关的授权文件 发含授权 台积电及鸿海永林基金会 各争取五百万剂 原厂疫苗的供应 这个行政院的记者会 这个是我们就直接讲 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绿灯 就是你都可以 郭董一条火车都直接冲出去了 但是能够冲到哪里去呢 这个我丑话还是说在前头 不认为能够买到 至少近期 国际是没有现货的 国际不会因为行政院开了绿灯 突然就有现货蹦出来 当然我相信今天谢志伟大使 他有特别提到 德国方面绝对权力支持 权力配合 所以就不是德国人的问题了 我要强调德国人这边没有问题了 台湾人这边也没有问题了 问题在哪里 就接下来大家自己猜想 问题在上海附近 大家自己猜想 之前郭岗昌躲起来十几天 到后来才跑出来 他连在中国都先消失一阵子 显然是有一些压力在 那现在又出来又开始犯话 说什么会权力配合 我们就看他能配合到什么程度 那重点是在于 我们还是要稍微厘清一下时间线 郭大云在这篇文章之前 深夜他有发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感谢大宇批判 他也没提到什么派系 他只提到说周志豪 感谢周志豪 感谢陈时中 就简单带了一下 大家都在玩味 他为什么要发这篇呢 可是同时间蔡总统又致电给贾永杰 致电给黄光秦 大家都在反问 郭董要不要自己电电他一下 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搞不定 那郭台铭他的个性又是比较容易接受特定资讯之后 就非常深信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接下来他就比较难去改变这种既定的印象 也不能讲刻板印象 所以就他的看法 好像事情就是卡在某个陈时中上去 蔡英文下来的地方 不然陈时中都已经跟我通过电话 蔡英文感觉起来也开了绿灯 所以这个人 卡在这个人叫行政院长吉党派系 感觉起来讲白一点 我们不是直接的真正人 我们都自己讲白 是不是苏星系卡在这个中间的 那个feel 那当然郭董没有把这个苏星这个东西讲出来 但不管怎么样 蔡总统理论上 郭董丢了一个球 要不要见吗 要见不见 要不要打个电话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讨论 但是让行政院突然闪击 闪电站 那绝对不可能行政院闪击啦 不是闪击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蔡英文太高明了 我这个跑新闻 从他做陆委会这个副主委 从他做一边一国的那个咨询委员到现在 我跟你讲 蔡英文带领国安团队经济部长 这些人实在太高明了 他蔡英文也知道 郭台铭讲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不同派系的那个 那个那个卡关的那个那个魂球士行政院 这个苏贞昌 但是蔡英文知道不是 因为他了解 中间的柯建民跟郭董来讨论这个 所谓捐赠疫苗的时候 其实柯建民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蔡英文了 因此中间没有任何派系 我们来谈台积电跟那个 跟那个蔡英文 就是说第二波 第二波就是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所有的那个郭台铭的故事 对发展到今天 大家都同意 他因为触礁 因为上海复兴一定要做那个代理的 那个签约的人 所以他今天才写的脸书嘛 去这个指导总统府嘛 他想要这个把同意跟拒绝 叫你蔡英文说清楚嘛 那这种逼宫方法呢 在政治面看其实是失败的 那郭台铭董事长没有政治幕僚 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你也不知己知彼 就像这个黄梦教先生说的 可是问题是台积电怎么冒出来的 台积电不是今天才冒出来的 台积电已经冒出来很久了 这张照片可以作为一个说明吧 对不对 所以李院长 你看这件事情怎么看 这个是疫苗政治疫苗的谈判 最后蔡英文 这个让行政院开记者会 然后下午跟刘德英见面 刘德英是张忠谋的代表人 然后这里面有张忠谋 这个是拜登政府的代表团 这个是经济部的部长 跟晶片有关 这个是国安会的民署长 你怎么观察 其实上个月我就稍微暗示 大家讲说 大家不要急着让他闹疫苗 那即使行政院或者是卫物部 或是总统府他们对这疫苗的采购 都暗中慢慢在进行 原来你就知道台积电 早知道 我没有明说是谁 但是我说大家不要那么去争这个东西 到了下个月会多少万 到了下下个月会多少万 因为你说他又有两千万 果然D&T的就是多一千万 你怎么会黑线不得跟我们说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那么急那么重 因为有些事情真的 郭董事长我是非常佩服他 那这样子的成就是很好 但是有些时候在买这个东西 这不是像我们在买那个器械一样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刚刚扣姐讲说 跟这个政治或者是跟什么样的扯在一起 很有可能 从一个小的事件 如果你不好好沟通 常常会闹出很多不好的问题 一样的道理 当时两年半前 林董事长要聘我当 院长的时候 那个卫福部的基层官员 否认我 就是我没有资格 我说那前任的院长也是医师 前前任的院长也是医师 前前任的院长都是医师 为什么我就不行 他说他不管 然后问科长 科长也说他没有办法 然后问那个署长也是没办法 次长也没办法 最后就就有成部长了 陈部长当然就是唯唯诺诺 后来总是有人出来讲说 这个不通 人家人际院是 也不是老人福利机构 为什么不让李隆腾当院长 大概牵扯了一个月之后 公文中就下来同意 所以整整这样玩了快了好几个月 那其实都是要靠沟通去说明 所以谢志伟 那个家伙被骂了很久 谢志伟为什么被骂很久 是因为人家谢长廷 都已经把一百二十四万计 这个鞠躬什么的 都已经送来了 现在都已经打了你 谢志伟在那边 嘴炮来嘴炮去的 还说这个什么 德国有他们的苦衷等等 今天他终于发言了 他说德国的经济部 有努力的在这个协助当中 在沟通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还原到原先 他接到了德国经济部部长的 这个一封信 然后德国的驻台的代表 这个还转达了 然后呢 东间由台积电这个晶片换疫苗 这件事情就被大家期待 可是一直没有完成 原来这几个月里面 都在这个英文叫做 都在库克这件事情 都在库克 库克到今天一番手 这个是中华民国政府 在这个交易上面的 这个一次漂亮的 这个show hand 对不对 其实今天草上也有传出 台积电可能会在德国 会有设厂就可能 所以他这个晶片换疫苗 与其说是单纯一个实体的晶片过去 他可能是一个更庞大的合作架构 里面的一部分 那现在浮出水面 就只有政府 唯请台积电直接跟德国去谈 那台积电他所采取的这个态势 有蛮多方间的直接说 那不是跟APEC很像吗 就变成像做某代表模式一样 就是以这种这个明明大家都知道他是台湾 但他大家也是知道他是民间的一种中介性质的 去谈一个更大的合作架构 也就是说他不只是现在来这一批疫苗 他可能还牵涉到更多更完整的一些合作 会是中德双方一个更大规模的合作 相比起来郭董这个部分就比较单独 台德吧 就台德台德 太多国家 那相比中国的就是郭董这一块 他做中国上海复兴的这一块 他的延展性就比较差一点 他就只是买一批疫苗 然后真的就是像中间商一样 我买了一批捐了就没了 那与其经营这条路线 其实在那边我要展示的时候 也许我们经营台德方面的这个平台框架 慢慢把它壮大发展起来 像那个谢大使他也提到 谢志伟大使也提到了 就是大家有多有在争取吗 比如说欧洲对台湾的这个所谓的 这种欧蓬堂的授权 就是把台湾的那个升级起来 像这种原则上来说 他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种互动 这种互动才有意义 对所以你讲到这个故事 我们今天把这个故事分两半 一半就是郭台铭董事长 他这个非常的积极的 六月一号在几二十四小时之内 完成了文件送件之后 一直到今天发生的这个障碍 就是上海复兴老共 根本不给你郭台铭这样的一个面子 他还要用上海复兴来签约 使得他这个碰壁 然后他今天脸书逼宫 然后逼宫的同时 蔡英文他出手了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是已经酝酿了 好几个月的台积电 晶片换这个疫苗的事 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不对 那要请教朗东了 所以我今天看到网络上很多人说 哇蔡英文 他们形容他是处女座 很冷静 我身为处女座非常的这个 鱼有荣烟 但是谈判高手 这个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 可以抽丝剥茧 而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对 这其实真的是很佩服蔡英文总统 在整个谈判上面 因为早上一看到 郭台铭这个贴文的这个时候 就会觉得这确实是 给政府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可是呢 蔡英文他一瞬间解决了各种问题 第一个他有没有回应郭台铭的诉求 跟他面谈 有 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但是也是考虑到说 如果双方面谈到时候出来 各说各话谈不容的时候 又变成各种政治解读 会有很多的乱象 所以说台积电这时候浮上来 他第一个功用 就是有三方会谈 到时候的话有第三方 三个人去讲 那到时候在谈了什么的话 就不太会有各说各话的问题发生 第二件事情是说呢 根据行政院那边的说法 那首先讲 行政院这边跑出来 就是话你刚刚所说的 是派系疑虑 所以这是第二层的招式 第三层的招式是说 行政院也证实说台积电 他要讲重点 不是政府拜托台积电 是台积电主动说可以提 而且是6月10号开始提 可是我们根据还原这个 这是在4月中的时候 大概4月16号左右吧 这个消息出来 就刚刚那个回答照片 表示说其实过去 这两个月以来 王美花包含的是说张忠谋 还有台湾跟德国这边 台积电边一直有在去协商 关于疫苗跟晶片 相关之间的一个合作 所以这可以使的是说 政府并没有单方面去等待 或者是等待郭台铭去谈 他也有让民间厂商 寻求各种的一个活路 所以说对于台积电 买疫苗这件事情的话 相对于郭台铭来说是比较乐观 更重要是台积电向德国原厂 郭台铭他是说我还是跟上海复兴 而且郭台铭他这次今天早上的时候 因为他可能也急了 他开始讲到一个重点是说 他跟上海复兴买之外 他是由德国制造出货 然后自己说他没有现货 那你没有现货 那你前面谈那么多 不就买工卖空吗 那所以说但是重点在于说 蔡英文最高招的是台积电一出现之后 大家稍微认了一下 会仔细一想这才太厉害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郭台铭只有郭台铭 然后郭台铭没买到 会怎么讲 说政府卡他 政府给他设限 政府没有诚意 所有的问题都变蔡英文的责任 可是现在台积电也出现了之后 如果台积电跟郭台铭都买不到 这就表示说确实遇到了中国 或是德国那边 在国际上面的一些压力跟主力 所以买不到 不是蔡英文政府的问题 因为我们会相信说 政府没有任何动机去卡台积电 绝对不可能任何政治上的因素 去卡台积电 所以如果他跟郭台铭都买不到 那就不是说政府特别去卡 这个点非常重要 如果台积电跟郭台铭都买到了 那大家都很开心 既感谢郭董 也感谢台积电 证明说这个民间模式是可行的 所以说这个方式 其实可以使得是说 把大家把这个所有的疫苗希望 既都在郭台铭一个人身上 转移到了是说 其实这样台积电 这个台湾的护国神山 能够分担这样的责任 这样的一张底牌 一掀出来之后的话 我想是说大家对于 目前政府整个疫苗采购政策 是不是变得非常有信心 好从这个在野党的角度来看 在野党因为是非常的目光短浅 而且对政治对手 常常有低估对方的状况 所以才会被蒙在鼓里的状况 王美花 顾立雄 德国的代表 谢志伟 德国的经济部 德国的驻台代表 台积电的这件事情 我们原则上接受行政员说的 台积电主动 因为台积电他要做晶片换疫苗 他也不能够参与太多的政治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过说 总不能经济部下令台积电说 你给我晶片换疫苗 波合国际之间的贸易原则 你知道这个话谁说的吗 当时就是政府说的 就是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由台积电自己 这个来寻求一个模式 所以有意思 今天台积电证实了 这个他们有 这个公司提出申请采购疫苗的目的是协助抗疫 希望可以捐赠疫苗给政府 其他以政府回应为主 那政府怎么说的呢 台积电6月10号送件 6月10号 郭台铭先生的那个 6月1号送件以后 他也是6月10号继续送件 因为那时候行政员说要协助绿灯嘛 好 那这个购买500万剂的BNT原厂疫苗 台积电提出的方案是 不一样的 就明宇说的 政府跟台积电签亿相书 在往下执行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双方 但是政府对政府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台积电跟供应商 这个是中间他们所说的 台积电对这个晶片有锻炼之余 协助恰购疫苗 那个台积电都不愿意嘛 因为台积电怎么可以做那个交换的那个人 所以接下来是 台湾科学园区有很多人 这个也都需求 结论行政院公开表示台积电提出申请 显示台积电对采购疫苗很低调 这是大家写的 但是台积电台积电说 我这个跟你签一项书 然后你去跟对方政府买 那已经晶片跟疫苗的关系 已经大家都打点好了 我台积电没有条件 郭董又好尴尬 是不是 所以郭董没有政治幕僚 是你你现在讲的真的讲到要害处 真的郭台铭太自信他这个在搞工厂管理工厂 这有他一套 但是真的第一个他自己没有足够的政治 第二个他也真的没有政治幕僚 所以说你看到他为什么说上次总统选举搞成这个样子 是这一次这个事也是一样 他就喜欢偏听听人家讲一些他耳根很软 你别看他好像很很强悍的样子 他耳根很软 他特别喜欢听那个好像类似小道消息这样 所以他就坚信一定有人在搞鬼 对不对 其实谁在搞鬼 中国在搞鬼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这个郭广昌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子 不就跟当初你选总统的时候 中国对你的承诺一样吗 你听了这个人 你以为中国会支持你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们看出说真的 这个政治 是说实在真的是一门很奥妙的学问 第二个真的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你真的不要小看他 每一个小看他的最后都要摔跤了 对你看这个这个安排 说实在我也非常感激 我们台积电 所以这里面你也看出说台积电的老板 跟这个郭台铭 虽然说有亲戚关系 作风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台积电的董事长 非常低调 他从来没有说我要去 是不是全台首富 他从来不搞这个 他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他个人的理想 个人生命人生的成就 台积电是他最大的一个人生成就 所以台积电当然幕后的那个人 还是张忠谋跟他的夫人 这个跟蔡英文总统有长期的密切关系 他们两个人的私仪非常好 他们的私交非常好 那个从我们长期观察来讲 如果不是私交非常好的话 当然我们不是说刘德英是傀儡 如果不是私交非常好的话 这种秘密进行的这种在贸易采购 跟一个护国神山 跟他的客户之间的关系 是很难找到平衡点的 对不对 这一点是背后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故事 可是张周摩绝对不会跳出来说 我有船家 然后他的夫人恐怕也很低调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个人感动的是 在一片杀戮 然后唱衰 然后想要垮掉台湾的 这艘船的情形之下 这个政府的女性总统 跟他的国安会 跟他的经济部 跟他的相关的首长 包括那个被冤枉的苏贞昌 对不对 他们也都在忍辱负重的 在做这件事 这个我没有夸张吧 那显示出来 你们国民党就很好笑了 终于回到你叶元智身上了 你们的主席江启臣 还跟着在那里讲那种 什么什么 你知道吗 最近有很多那个节目里面 都请什么某插家 那种根本就是行外人士的 根本就不进入核心的人 在那胡扯一通 郭董居然相信这种争论节目 他相信了 对 你看 严若芳说 传闻外购疫苗 民党派系有不同意见 不是这个事实 而且是造谣 国民党主席不要拿 未经证实的消息 见缝扎声 所以郭董啊 郭董你老是被国民党害 这一波你还是被国民党害呀 买不成这个事情 现在对照了 台积电买成了 那你的老脸往哪里放呢 第二呢 就是人家台积电又不要这个任何条件 不需要自己留这个多少剂来自己人打 然后你自己又要留下来 然后你们就是你们国民党在那边乱放消息 好像上次我们要进疫苗吧 只有十五万剂 沿路方说不能进太多会打不完 他那时候他上次这样讲 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民进党不想要一次进很多剂 那我觉得今天 就跟你讲你陈正在那边他讲的他讲的见缝插针拿着这个未经事实的误导师听有什么关系 你老是跑掉 我的意思 我跟你讲这件事你你我你有沒有很拜服这个蔡英文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是往好的方向去走 像行政院或蔡總統建的那个郭台铭 大家都希望把这个事情促成 对啊 但是今天早上郭台铭的声明 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确会觉得说怎么拖这么久 所以蓝英今天早上好高兴哦 拍手拍手蔡英文完蛋了 也没我不是从那个胜败角度 是说因为郭董是五月二十三号 他就有表达意愿想要捐 六月一号他准备文件送件 结果他说等了十天没有人回他 六月十号再发文 六月十三号陈部长说要说要协助他 那我们那会觉得说怎么拖这么久 照道理来讲 台湾现在很需要疫苗 为什么拖那么久 你知道吗 你要比对一下为什么拖那么久 因为六月十号之前 他们在跟台积电跟德国 跟德国代表 跟德国经济部 跟台湾的经济部 跟台积电的人在那边磋商 晶片换疫苗啊 你们难道判斗不出来吗 今天 可可可 可可姐那个晶片换疫苗 这个事情 我我年初的时候也有主张过 对啊 那你完成了 你今天总可以 但他不会承认 现在已经六月了 就是我 我觉得我的意思说 现在当然看起来都是往好 因为现在大家都大家希望疫苗 可以进来 那如果可以的话OK 但是是有点慢 你看我们年初的时候 都已经讲了 疫苗疫苗 然后郭董是五月中二十三号 表达意愿 今天已经十八号 好 这个李院长 有点慢吗 有点慢吗 你对着他讲 他比较年轻 他不懂 那会慢吗 其实我们买疫苗本来就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不可能 大家都要拿疫苗 但是他们Covac就会看说 哪些地方是真正急需 就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 对前一阵子真的没有疫情 所以他不认为说 我事先就恭喜给你 不是这样子 有一点不符合道理 所以我们暗中再买 其实我 上次我也讲过说 我们去年五月三四号 我们就是共同决议 请政府积极采购外来的疫苗 之外也要扶植国内三家厂商去做 但是我们从去年就已经开始 慢慢做了 不是没有 是 还有国产疫苗 今天最好笑的是 柯建民去报一个料 说郭台铭董事长买的BNT 是四十二块钱美金 美元一剂 那比高端跟联雅贵很多倍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好不好 等一下原资还可以继续的 讲这个过眼云烟的 总统打电话的事 请继续锁定 民事台外台 郭董突然出手要见蔡英文 蔡英文最高招的是什么 他让他的行政院长开记者会 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说明 你不觉得高明到极点吗 朗东 对 确实 其实郭董这个行动 非常有意思 是说他在17号中午的时候 还跟政府之间关系好好的 说不要听外界的说法了 他有跟卫福部开会了 陈时中礼拜天也有打给他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早上的时候突然间发了 这所谓的八点 那我整理起来 大概其实重点只有五点 所以有些人就开始质疑说 是不是因为凌晨突然有消息 二十四万剂的这个莫德纳要进来 后天的时候呢 再来呢 这个四十几万剂 所以说对郭董来讲 他这个必须要去采购这件事情 变得更强烈 但是有非常多玄机 第一个 他说呢要要求总统蔡英文跟他肯谈 这件事情有形式上跟实质上意义 形式上意义就是 如果蔡英文不马上 或者不跟郭台铭去谈的话 就表现出好像说 这蔡英文不想跟郭台铭沟通一样 我们再讲这一句 我刚才没有讲的是下面这一段 郭台铭的今天的脸书 其实是要把采购疫苗 这个BNT这件事情破局 要扔到蔡英文身上 有 我本人声明在此事上 绝无任何政治跟商业企图 未来可受外界检验 最后为苍生请命 希望能会见蔡英文总统 我相信您才是疫苗政策的决策者 我希望当面报告 取得您的同意 或是拒绝 这有关键的 这样才不会让国人 误以为我们永龄基金会 已经取得政府的真正承诺 及具体的政府公权力的协助处理相关问题 没有您的明确才是疫苗的采购 永远不能真正的开始 这些话不太像鸿海集团的 虎与虎籍的企业家 他说出来的话 这个问题就是上海复兴 中国不开旅灯 他必须让您用中国台湾采购 所以他说取得您的同意或是拒绝 如果如果他写了这个 然后蔡英文总统说好你来 我跟你一个人谈 然后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同意 一个是拒绝 那蔡英文总统是白痴吗 对啊各说各话之后 就变成是说呢 这个就打击到了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 执政的一个信心 但是我发现矛盾点在哪里 因为这时候他第一次提了新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他希望永宁基金会能够代表政府去谈 这事情非常诡诀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之前都没有提过的一个要求 之前红海指挥中心说你要原厂搜悬书 红海就是一直在说有困难干嘛 话说你只要原厂出货就好 结果红海也这边不表示没什么反应 现在突然间又有 不要说红海 应该说永宁基金会 那郭台铭这边有新的招式说 他要代表政府去谈 代表政府去谈 那政府自己去谈就好 为什么要透过他呢 但是更矛盾的是在于是说 他后面不是讲到说端午节后 他有受到民进党派系的不同意见吗 这个地方有意思是在于 首先他自己就说 他不要听外界的说法 以他为准 这件事情我们刚才已经全部都讲了 讲到是说郭台铭要把责任 推给蔡英文总统 他今天早上的那一枪是你要同意 还是拒绝 然后他前面写 合约不会有中国台湾 保证德国原厂出货 然后不会有中国台湾会有什么 会有永宁基金会吗 那永宁基金会是来自哪里 来自台北吗 永宁基金会 结论就是他要用永宁基金会 上海复兴只答应他 他是永宁基金会是 跟上海复兴买吗 对不对 然后就没有中国台湾 那也不会有中华民国啊 都不会有 所以 所以 我这个长期看他们这些交手 我今天对蔡英文真是佩服到极点了 他接下来他还继续逼宫 那那个 那个刘又彤说 上海复兴又有BNT大中华地区代理贩售权 我们也提出了签约对象 可以避开上海复兴 我们可以欧洲公司签约 例如像瑞士复兴签约 或多颜求其次比较临近的香港 我们提出了合约架构 政府需要回应我们这样的合约架构 是否符合政府的期待 刘又彤的话意思就是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跟复兴签约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他今天要跟蔡英文总统见面 就是说 我已经拿到了 人命关天 可是呢 我没有办法这个 用中华民国 那我就用永龄基金会 跟复兴之间的合约 你要 你就给我 那要 蔡英文就丧失主权 今天早上很多台湾派的人都爆炸了 对不对 你不要 你是草菅人命 就是这个 到今天中午就是这个发展 对不对 结果 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台积电冒出来了 来看看今天下午 台积电呢 派出了一个代表 叫刘德英的 跟郭台铭一起见 这个总统 有意思耶 早上郭台铭说 你决策疫苗 你要见我 然后你告诉我 同意还是拒绝 对不对 那你同意 那我告诉你 他蔡英文同意 蔡英文 蔡英文干脆把总统府关了 算了 蔡英文如果同意 就下台一举功 因为伤失主权 蔡英文拒绝 也要把总统府关了 因为国民党会去发动群众 去跟他说 你草菅人命啊 郭董的疫苗你不要 对不对 在这个情况之下 行政院开了记者会 所以彭孝雄 我讲的是故事 我讲的都是故事 这个是还原所有的程序 到了今天中午 大家发现 蔡英文是谈判高手 而且她不动声色 她今天还让行政院长苏贞昌 被一直以来被认为 被好多的政论节目 那些无聊的 这个所谓的绿营的名嘴们 所攻击的这件事情 一下子拆弹 我让行政院长来开记者会 我早上回忆你 郭台铭 可以啊 我们可以见面 然后郭台铭还赶快要准备见面 对不对 行政院开记者会 行政院长开记者会 就是你郭台铭说的那个派系 这个搞鬼的那个派系 开记者会 然后说 郭台铭 永龄基金会可以买 然后台积电也要买 然后这两个代表 我今天下午都要见面 这个 不只是蔡英文是谈判高手 应该是经济部长 这个国安会 或者是一个非常 甚至于爱国的真正爱台湾的企业家 大家的一个结论吧 我觉得这个经典的案例 可以作为一个 大概是在此波疫苗采购当中的 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对象 我是一个比较资深的观察者 那么我对蔡英文的观察 说实在 他是一个容易被对手低估的人 那我对郭台铭的观察 是他是一个容易被对手高估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曾经是支持郭台铭的 那个老辅军团的成员之一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上一次的选举 我就发现郭台铭 坦白讲 他有他长处 有他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呢 在政治这一块 他就比较天真一点 所以上一次 他等于是被国共两党一起玩弄 好 所以这一次不是玩弄吧 这一次是他没有评估到情势 他用 我对郭台铭董事长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 他做企业家 我也是很佩服 我不是要打断你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讲故事 我不想讲评论 对 我只想讲故事 故事发展到今天上午 人家这个 卫福部都已经全部给你说 要原厂证明了 这个出货证明 已经发展到这个时候 郭台铭还是解决不了 习近平没有开绿灯给你 没有给你特权的这个关卡 上海复兴 一定要做那个主卖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用脸书去逼宫蔡英文 结果蔡英文接受了见面 然后蔡英文下午跟刘德英见面 跟郭台铭见面 而台积电是怎么冒出来的 台积电成了一个对照组 所以现在是郭台铭面对了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因为同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也是同样一个公司 同样要捐赠五百万计 但是台积电突然之间出手 你就看到说 这个让郭台铭马上处于一个 说如果台积电买成了 而鸿海这边没有买成的话 你这个结果 你看让郭台铭陷于多么的不利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 为什么说 这个 我觉得我们蔡英文真的是一个 容易被人家低估的对手 郭台铭太低估了蔡英文 所以说这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一局里面 那真是水深 而且火热 最主要的关键在哪里 幕后就是中国因素 今天早上郭董他这个脸书 对像叶元芝 这个跟他的同温层应该都很高兴 哈哈 郭董出手了 小英完蛋了 对不对 结果呢 第一时间 苹果日报 党政人士是谁 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应该是府院高层了 而且是府的多了 那个 说蔡英文拍板 开绿灯协助郭台铭 党内派系不会是问题 第一时间 对不对 然后呢 同时又说 总统非常欢迎跟郭台铭见面 那个时候很多本土派的人说 干嘛跟他见面 会被他卖了 对不对 他是买空卖空啊 然后台积电出来了 你觉得台积电只是最近才出来的吗 台积电跟晶片没关系吗 呃 如果说要回到刚刚那张照片了 那看起来就是王美花 就是跟这个早在之前 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 因为事实上德国 他已经有来函请求我们台湾 甚至是台积电来帮助他的这个车用晶片 这个是公开的消息 这新闻去看 早在好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了 就说德国车用晶片是缺的嘛 那所以当时大家就会有一个说法 那为什么我们不用晶片去换疫苗呢 那坦白讲 今天大家会觉得说 行政院突然去释出说 这个总统也要跟台积电 然后甚至也要授权给台积电 跟这个郭董一起来 这个做这个疫苗进口的事情 我们都会认为 其实今天台积电 感觉是陪绑 可是刚刚听这样分析 才知道说台积电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对照组 怎么讲就两个点就好了 第一个台积电 他强调他是跟原厂BNT买 对对那相较于郭董 你一直就是只能 最后跟上海复兴买的话 那一个是代理 那一个是原厂 那台积电就会觉得说 那就是你看很明显的对照组 为什么台积电 可以去跟原厂BNT买 那你的这个郭董 就非要透过上海复兴买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照组 但是我觉得是两个政治 我觉得总统府今天这样做的话 有两个政治目的 第一个他其实也要测试德国 你德国就一直要讲说 这个希望我们可以晶片 跟这个疫苗我们可以互惠 那德国是不是真心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他也不会放任中国 去阻止台湾拿到这一批的疫苗 那第二个 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 他是不想让郭董 成为台湾政府唯一的代理人 如果我今天开了绿灯 让你郭台铭 我授权你可以让你谈 那目前为止 其他像今天佛光赛已经退出了 佛光赛就说这坦诚 他做不到 所以佛光赛就说 他这件他这局还不完了 那你看目前为止台面上就只有郭董 如果说他今天没有台积电来了来来的话 那不是摆明的郭董 就是成为台湾政府唯一的代理人 我觉得他也不想这样做 那最后要讲的是说 他也不想让郭董 最后呢让给政府穿小鞋 变成你要受制在一个 同意的话蔡英文就是上权辱国 拒绝的话蔡英文就是草菅人民 谋杀人民 对不对 对因为他这样子也顺便打脸上海复兴嘛 因为如果你今天逼那个 今天台积电可以直接跟BNT原厂 可以跟辉瑞直接谈的话 那为什么郭董 你只能透过上海复兴 所以两个企业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讲到关键了 台积电跟郭台铭的永灵基金会 现在已经由政府呢 是授权呢 要购买BNT的疫苗 很多人都希望呢 能够这个乐见其成 而且呢 也很多很多的 这个网友上面的展现出来 一个诚意的回应就是不要有比赛 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呢 让这个永灵基金会跟台积电呢 好像变成你哪一个可以买成 哪个不能买成 那大家最希望的结果就双方都买成 那在疫苗这个在台湾人民健康上面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下 我们当然希望一切是这样的发展 至于蔡英文总统呢 她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运输帷幄 我想短期之内呢 都会是一个密心啊 当然没有人会公开的承认 他们去安排了一个台积电 非常非常这个 微妙的一件晶片换疫苗的事情 可是未来在 个案讨论当中 这个绝对短期之内 就会被国企媒体给报道出来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好 这个是一封信 王美花接到了之后 变成了今天6月18号台积电 要买疫苗跟政府签约 来捐赠给全中华民国的国民 之后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疫苗 到底够不够 以及疫苗的施打 今天的另外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有24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来到台湾了 接续的还有41万剂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75万剂 会在6月底会来到 因此呢 这个有140万剂左右的疫苗呢 会在6月底至少呢 确认的会来到台湾 来看最新的发展 华航货机缓缓降落在桃园机场 载着第二批24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顺利抵台 和5月28号第一批抵台的15万剂 莫德纳疫苗航班一样 这次航班也是从卢森堡起飞 中间停靠杜拜再到台湾 但两次降落的时间 差了半小时以上 从航程轨迹图来看 上次班机似乎特别 绕过中国飞航情报区 改飞泰国曼谷柬埔寨 越南马尼拉飞航情报区 才抵达台湾 指挥中心当时的解释 是为了加油 至于这次则没有绕飞 选择以较短航路 穿过中国飞航情报区 载着疫苗向台湾直冲而来 政府总工项莫德纳药厂 购买505万剂疫苗 剩下的466万剂 有媒体报道下一批40亿万剂 有望在几天后来台 那个大概我想还是要 过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大概要掌握 这样的进货的时程 疫苗采购买程序复杂 又牵涉保密协定 加上台湾处境艰难 指挥中心口风超紧 就连先前美国宣布 要送台湾的75万剂疫苗 传出6月底前会送到 厂牌也会是莫德纳 那我们要请教李院长了 你记得我们在好几个礼拜以前 那个时候蔡英文总统说 8月底有一千万剂疫苗的时候 你就跟我们说有两千万剂 果然当 原来被你蒙在鼓里了 原来永灵基金会 跟台积电如果顺利的话 那一千万就来了 更何况还有国产疫苗 对不对 现在我们在市面上面 已经有AZ 然后莫德纳又陆续来到了 不知道美国的那75万剂 是莫德纳 还是辉瑞还是娇生 可是莫德纳疫苗 为什么在这一阵子以来 是被抢手的 被大家选择的对象 是真的吗 一开始因为AZ 在每一个国家打的 都有一点点小问题 就有的是血栓 引起的副作用 然后后来知道说 这是跟自体免疫 稍微有相关 所以大家如果注意一点 有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 有那个使用抗凝血剂的 稍微厚的一下 小心一点 应该这个可以减缓很多 所以后来大家一直在持续说 那要不然的话 国人有很多人去想说 要不然打莫德纳好了 结果后来这几天又看到 莫德纳在于 尤其在美国 有少数的欧洲国家 也发现说 打了以后 引起了心肌炎 心肌发炎 虽然个案数不是很多 但是大家会怕 要不然这个比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 血栓还严重 因为心肌炎 如果万力没有好的 它是随时会死掉的 所以大家反而觉得说 看起来好像 A1也不会那么 不会那么厉害 不过想一想说 那可能是我们国产的 最安全 你知道现在还是 比较相信国产的高端 连亚好像是 预计是6月28号要解盲 对不对 那高端已经申请了 紧急授权了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到获得疫苗 是这个 第一批是AZ 在3月3号 11万7千多剂 来的之后 到了第二次 19.92万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都很多人不要打 那连医护人员 只有不到18 接下来5月19号来了 那个AZ 这个时候 这一波的疫情 已经爆发了 5月19号 所以疫苗开始变成了 这个抢手货 而且很多人都希望早早打到 发生了很多什么特权打疫苗 那些案外案 那接下来5月28号 这个美国的莫德纳疫苗来了 当时 这个反对党也说 15万剂太少 对不对 那这个6月4号 日本的124万剂 接下来 今天下午 来的这个莫德纳 这个莫德纳是我们买的吧 这是我们买的 OK 然后6月20号 这个两天以后 那第二批的莫德纳 41万剂来了 那预计呢 这个美国的 国务院的亚太副助卿 费德伟说 无法给予确切时间表 但或许会很快 双边还有一些流程要处理 这个合约已经开始签了嘛 对不对 院长 那个指挥中心已经承认了 据了解月底以前一定会来 那接下来当然代工这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那可是今天的疫情 怎么看待呢 因为昨天好不容易 我们好不容易132 可是慢慢慢慢又往上升 昨天好像170几嘛 怎么今天又变187 然后呢 双位数的新北 跟台北永远下不来 其他的地方 桃园 这个可喜可贺吗 桃园变个位数 基隆 台中 花莲 新竹都各位数 然后屏东 台南 高雄 开始加龄很多了 您怎么看 到底可不可以解封 看起来这个是有一点趋稳 但没有下降很明显的感觉 当然最主要是这一两个礼拜 还在观察一下说 冬吾节这几天 有没有在造成某部分的 家庭内的感染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是不能排除 那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可能会再持续 一两个礼拜以后 才会趋稳下去 那如果没有 那可能在下礼拜 就会看出有明显的下降 好 要趋稳下礼拜 可是我们只剩几天了 那到28号 三级警戒 这两天尽量大家不要乱跑 看看能不能下个礼拜 真的可以有达到 三级警戒去除的可能性 那为什么这个死亡病例 还是在双位数 今天又突破了20 死亡病例是应该是突显 两三个礼拜前发病的那些个案 虽然说有少部分是 一两三天就开始发生重大的疾病 然后就往生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拖了两三个礼拜 才会发生不幸 所以这几天的死亡 应该是反映两三个礼拜 那个时候的退诊病例比较高 好 那打疫苗到现在已经累积 33位死亡 您怎么看 我们做流行病学员都会喜欢说 用英国关系来讨论 这些事情是怎么来的 那第一个 李宾宁教授 昨天他已经有公开 说明这个原因说 其实他的背景值 在我们台湾 90岁以上 大概每天平静有十几位往生 75岁以上 每天大概有七八十位往生 如果按照算起来 这三天 二三四 三天 包括今天五 还没有到 是三天如果算起来的话 如果90岁以上 都没有打疫苗 往生的应该四五十位 就是应该往生的平静 也会四五十位 那累计到今天位置是三十几位 理论上讲好像是没有超过很多 这个累计的是打了AZ疫苗 不过现在大部分人都打了 其实大部分的高龄者都已经打了 那从前面看出来说 大概五个 有五个是好像不明原因 其他的都知道说 有相关的一些疾病 引起产生这些后遗症 可能是属于这些疾病 那两例解剖 也知道说 跟这个疫苗是没有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看起来 我虽然没有很具体的证据可以显示 不过从这里看起来 应该是跟疫苗 没有很大的关系 那所以您也是建议 今天我看所有的大部分的医生 不管他们过去对指挥中心的态度如何 都认为施打还是风险 但是要小心 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些特殊的自体免疫的疾病 心肺衰竭的这种病人 尽量能够暂时后的玩打一点 其他的国家有这个疫苗施打 当然这个过世之后 要国家赔偿的吗 当然会有这样子的呼声 可是大多数国家都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 很认真的议题来看 因为绝大多数就成为刚刚医师所讲的 都没有很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这些国家之所以会讨论到 这些大量死亡的案例 就是他们都在都是发生 像台湾现在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这疫苗刚施打下去 就都传出非常多人死亡的消息 那这猝死的案例 即使没有厘清原因 大家也会可能产生恐惧 就造成施打率下降 像是在华南地区的香港 香港就是在施打BNT 那个科兴疫苗 就造成了150几人的猝死之后 香港的施打率就很难拉得起来 那同样的在日本 他们是施打这个莫德纳 那原则上莫德纳还有BNT 他们都有施打 那实际上他们也传出了几百例 近两百例的这种猝死案例 特别是他们打到长辈之后 这样的案例也就增加了非常多 那也就引起了一阵还打潮 所以当世界各国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像南南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而且他们发现 这个他们在打这个BNT的时候的死亡率 是要比这个AZ要来的高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想办法要劝大家 就是还是要赶快来施打 所以我认为这是所有国家 在刚开始大规模施打 特别是打到长辈的时候 都会面临到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施打的年龄层逐渐下降 打到50岁以上 或是打到一般的这些社会大众的时候 相信这个死亡率 会压到比较合理的数字 那今天疫情指挥中心 也特别列了一张表 他有凸显出来 就是实际上AZ的这个 所谓施打后猝死 即使不见得有因果关系 但施打之后猝死的案例 其实相对于像BNT 其他的疫苗 还有莫德纳等等 相对起来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原则上 当然可以注意自己的生命状况 再去施打 但我相信就科学数据呈现 实际上真的 这个打疫苗的风险 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这个我想要讲 因为我这个是家属 所以我有这个 你知道像我妈就是好不容易抽到 就排队抽到疫苗 结果后来她是这个礼拜天要去打 结果她昨天就在这边 感觉有人在交代遗言的这件事情 就说如果打发生什么事 不要急救啊什么什么的 我其实听了你知道我这 因为我妈发生 那我就做子女的 我们当然会担心 她有慢性病吗 我跟你讲 你不管是七十五岁以上的老 哪个老人没有慢性病 拜托 你三高糖尿病兴 那多多少少都有 很少没有人没有 那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说 妈你如果这么担心的话 你就不然等国产了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支持 国产高端疫苗 因为他是蛋白质次单位嘛 如果你真的有去上过课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那包括就打了之后 副作用什么的都都会比较低 那我刚才讲说你真的那么担心 可是坦白讲你现在疫情 就是说如果一直没有降下来的话 那老老人有时候爱爬爬 譬如他有时候去菜市场 我就会骂他 我说你这什么时间点 你还去菜市场 可是他们这种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 那所以与其你围绕在那个环境之下 那你到底是 我说作为子女的心情 你到底要劝他打还是劝他 但我们还是劝他打了 可是你看他那个什么 好像在交代什么事情 我就觉得说天啊 你不过打一个疫苗 你是有这么严重 所以我觉得他被最近的 那个新闻的氛围 我觉得是真的真的有吓到 所以为什么你说 八十五岁以上老人 本来我们不是说以台北市来讲 你只能打到八十五岁以上 因为只有五点八万剂 后来打不满嘛 打不满你才开始调降 像我妈八十岁就打得到了 那是因为八十五岁以上 大家都觉得说天啊 反正我赢八十五岁 而且可能就觉得说 那个疫苗副作用那么大 他们都会吓到不敢去打 那我觉得这些指挥中心 我认为他应该要仔细 仔细地说清楚 这些陈时中说 那他考虑在后面附加警语 可是我 我都觉得 可是说我们作为媒体 我就觉得有点瞎 你附上警语 然后是说怎么样 是说你后果自负吗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会有这些这些 那你要不要打你自己后果自负 我觉得不能说只是附上警语 这件事你还是要讲清楚 就像刚刚小周老师就讲的还蛮清楚 就说你事实上 那个AZ的副作用是比其他都少 尤其你看现在莫德纳进来了 那如果说大家知道说 莫德纳进来 还这么多记的话 那是不是大家就会开始观望 我不要打AZ 我全部都要去排莫德纳 那高端如果再出来 那变成AZ以后 就没有人要打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是要先想一下 院长那邱妈妈 你要信心喊话 有有有 其实我在邱萱萱萱 分析得很好 因为说实在的 我这几天私打我都在场 第一天我们私打了 三百多位老人家 那昨天因为只有打下午 所以昨天也打了六七十位 那今天一早上 我八点就开始去了 因为我知道老人家都很早 六七点就要来排队了 所以我八点就没有到 就下去跟同仁 同仁一看到我下去 大概二三十个就 同仁就阵仗都摆好了 我也是一样一个一个 就是量体温 然后第二关就轮到我 来量血压 听心脏 问这个过敏死 问用要死 然后都没有问题 好再请他到第三关 就是登记这个电话号码 联络信号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我们去服务的 我们可以打电话通知 都没问题了 在进次第四关 就冷气房里面打疫苗 然后我观察三十分钟 没事再回家 就只碰到一位说 打完了几分钟 说他头晕 那我马上冲过去说 什么事 那我们的主任就说 报告院长 他说头晕 看起来比较像低血糖 我说那就赶快 拿一块糖给他吃 就拿来也吃了 两三分钟又好了 就都不头晕了 我说好那可以再观察 就碰到这么一个 其他我都每一个都 第二天就打电话 请同仁一定要一个一个打电话 问说那老人家打了以后 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那些不舒服 顶多就是讲几个说 打的地方很痛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看起来如果你仔细问 把这个排除 如果有可能 像今天早上是两个 三十八度 动脉破裂 三十八度 我就说对不起 先去做快筛 你说你会碰到 对对 剥皮了快筛 十分钟 等了三十分钟 没事 快筛阴性回来 说可以了 我再量体温 三十七度半 好了 那就帮你打了 就就也是要 就没事 所以大家仔细一点 就不要不要来了 就扎来了 就扎着 就问仔细一点 把这个可能排除了 暂时行 先hold 其他就回去 安心地打都没关系 那邱妈妈可以到 人际医院去打吗 当然我乐于服务 不是吗 对 好 这个如果每一家医院 我相信也不是 只有你们人际医院 这么仔细 如果每一家 在打疫苗上面 都很仔细地询问清楚 他的慢性病史 然后接下来的观察 是真的贯彻三十分钟 对不对 然后晚上回家之后 有任何的症状 立刻回报 我们都有给他们一些 就是退烧药 万里有烧到三十八度C 我们就给他八片的退烧药 也六个钟头吃一片 这样子 好 这个很重要 那希望我们的这个 长辈们都能够 因为你打疫苗 本来为了自己健康 希望这个能够保护 你不被感染 因为被感染到是蛮惨的 那里面也是讲过好多次 那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议题 就是所谓贾永杰的善举 被带风向变成分裂台湾 被我们抓到了 原来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 其中有个赵尔康 他在节目说 蔡英文脸书献议人 捐遗器 麻烦 然后资源靠民间不惭愧 然后他说 陈思东很无聊 蔡英文跟着无聊 你也去讲我们订了500台 你去跟人家贾永杰批什么 人家捐了就谢谢吗 人家有谢谢啊 可是这个节目开始带啊 然后呢 孙大谦呢 昨天我们说了 他还在贾永杰的脸书直播里面留言说 这个因为呢 有一对面子挂不住的绿营打手 他们不代表多数的名义 他意思就是说 有人到网络上去摔你 可是昨天贾永杰有这个出来 因为他接了总统的电话 他还以为是诈骗电话 人家这个大家问他的时候 他还说 我不觉得有人批评我啊 而且那个 他还说很多人赞美他啊 那我们节目里面 昨天把我们 对于贾永杰的 这个捐赠物资这件事情 节目里面的对话 也把他这个 结出来了 我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 那就是这个 这个人呢 这个其实我也是 同业吧 但是 但是我实在看不懂 他在讲什么啦 就是有周玉寇这些人 周玉寇是一个人 那周玉寇这些人是讲谁 在讲什么 分化就是他啦 就是这种人 每一次大家有 要好的 这个想要好的事情出来 第一个想要打 先分裂大家的 一定是周玉寇 这个周玉寇好像变成一个集团 或者变成一个病毒一样 那个 你讲的周玉寇 跟这个周玉寇是不一样的 看起来是这样嘛 这么多年来 大家还看不清楚吗 这个民运应该比较了解 罗友智啦 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我今天已经 我的律师已经去告了 去告TVBS的新闻大白话节目 制作人 跟TVBS的董事长陈文琦 然后你纵容这种来宾 胡扯八道 听得懂吗 比较理性的李院长 你听得懂这一段话吗 因为你评论起来比较中立 我算因为在台北线 二十三年前在台北线 但卫生局长就认识他了 我是跟他也算是有点熟了 但是我对这句话批评是绝对不合理的 因为我虽然我认识你不久 但是至少没有他久了 但是我至少观察了这几年 我现在你讲得非常的公正 我没有讲过贾永杰不好 你也没有说过他 而且他什么讲什么分话就是他 这都形容此分话的内容是什么呢 然后非要讲到一个周玉寇 你去死了 你这个烂节目 就要靠讲周玉寇才有收视率 什么烂节目 陈文琦董事长 我给你告到底 这我自己负责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后面的制作人 那至于其他人的状况 要看 接下来 蔡英文其实还蛮厉害的 今天他拆了 郭台铭董事长的逼宫的炸弹 昨天他就拆了贾永杰事件 是绿营的人来打击贾永杰 然后来分化台湾 来分裂团结的这件事情 他们做的事情是 打电话给贾永杰 打电话给黄光琴 然后还赞美国台铭 那可是 国民党又很生气 你们国民党到底在气什么 我们是善意 先讲不公平 为什么叶元芝会有一个脸书的版面 对啊 这个独厚我们的这个叶元芝 因为我算是理性的评论 对 那骂赛克好了 对 没有 扣姐我们是希望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那昨天是谁骂蔡英文总统 是电话小姐 我 不是 我没有骂她 就你啊 倒数第三段 第二段 我是说话 就这个啊 对 因为国民上面又不是电话行销小姐 只要打电话就代表KTI达标 我的意思是说 原来这个人是你啊 我们列出来就是要对照你 在这件事情当中评论 多么的low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总统是有权利的人 就是应该多做事 不是只打电话 总统有打电话 我都接过总统马英九的电话 所以马英九也是很low吗 因为我不是说low 比如说贾永杰这个事情 你的意思就是说贾永杰 没资格接总统的电话 不是 不是 你完了你完了 当然他可以接 我的意思是说总统 如果说你在医疗的部署上面有超前 比如说有提供给医院 足够的高冷 高流量的氧气的这个系统的话 比导管系统的话 那其实贾永杰 他也不需要去筹资 去买这个东西 因为他就是听到医院缺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站在我新北市的角度 总统也要打给侯友宜 说我全力支持你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我们新北市 在疫苗的分配的比例上面 因为我们是重灾区 我觉得比例可以更高一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总统是有权力的人 应该是说在施政上面可以多做一些 而不是事后打电话 而且他打电话 我觉得有些内容我也觉得很好笑 他跟贾永杰讲说 永杰 我绝对可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证明你是一个美少女 这个是要什么证明 没有他的前提是贾永杰 接到他电话贾永杰说 他以为是诈骗另外 后来知道是总统的时候 他说总统跟他说你委屈了 结果贾永杰说 我的委屈就是他把我说成美丽的大神 那我是美少女 你看 秋比玉 你还是把叶元芝给评论一下吧 他根本对于这件事情的发展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评论 做这个评论 叶元芝有赚到吗 没有啊你在咳嗽 臭不舒服 因为我跟你讲 其实叶元芝他只是蓝军当中一个 你知道你有发现吗 最近蓝军的一个新的战略 他们很爱去蔡总统下面 点书上留言吧 他对留言 你知道他们就是 譬如说大家在开玩笑 就讲说朱立伦就是可能 比较没有人气 所以他们现在的新战略 全部都包括总统po一个文 然后包括叶元芝朱立伦 王洪威通通都去下面引战 就去留言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 然后就开始可以引发一个话题 就在称蔡总统的声量啦 就等于说自己没声量 然后我不是说叶元芝啦 你本来说的就是叶元芝 你干嘛那个配方 直接因为我在你旁边 你都听得出来 他们就是就是想要去称蔡总统的声量 这是一种他们的一个战略方式 可是坦白讲 我觉得总统今天去打电话 给光琴姐 或是打电话给贾永杰 其实最就是要破除这个谣言 最近你看就是会被抓到 就说为什么会去讲贾永杰 就讲他坏话的这个人 够够姐的那个是个假账号 对就是激进党的一个假账号嘛 可是别其他人还在那规车什么 可是你知道就大家都在找说 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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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被一个假账号所引战 可是问题是说 这个风向就一直在散步开来 因为很多人不一定会去看 去追那个真相嘛 那大家就是有看到说 綠营名嘴 或是什么绿营 什么什么组织人什么的 就是说去批评贾永杰的散举 然后再去做比较 那这个风向 你这个一散开来之后 那怎么办呢 那变成总统就亲自打电话 去给光琴姐 打给贾永杰 他其实要带头去破除 这样子的一个谣言 那黄光琴有公布 他跟总统对话的内容吗 没有 好像还没看到 目前没看到 我以前有被那个 当然蔡英文总统也打过电话给我 我记得是在 这个我们节目开播的 这个时候 本来要约他来 我有说过 这个这件事情 总统的电话我都接过 所以叶元芝 种种打电话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被你讲成这样呢 马英就打 陈水扁也打过电话给我 就是他可以打电话 这没有问题 但是不能只有打电话 就是说我们希望说 他有只有打电话吗 就是说你在医疗的部署上面 各方面 我们希望在记者 让我问朗东回应你 明玉已经回应过了 其实就是一连串的 就是在那边造假 你知道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是说 最鬼扯的事情是说 一开始拿贾永杰 去消费贾永杰是谁 就是来迎这些节目 对 赵小康 你看贾永杰这事情 证明政府没做事 都靠民间 对 这个标题都明显了嘛 医疗物资靠民间不惭愧 基本上中天有类似的这个标题 都一样 还说什么打脸卫福部啊 对啊 就是说卫福部都很烂 然后卫福部也去澄清说 他其实六月六号记者会就有讲是说 他有买最德西韦 也有买救命神器 这个订购两百台会来 结果我就不相信嘛 说什么都是因为贾永杰先来了之后 卫福部才要作假 然后后来发现这张没用之后呢 开始说 哇绿营的人会不会眼红贾永杰啊 会不会去骂贾永杰啊 结果没有绿营的人真的去骂 也没有本土派去骂 结果来人就假装有 这个才是最鬼扯的地方 例如说柔柳智 就是说就点名扣解嘛 所以我终于这种人 包含是说网路上那个假账号 那上面还写扣扣解啊 对扣扣解骂得好 所以就是说 结婚自己删完啦 这样一讲好像 他那篇呢就现在都隐藏了 然后呢留言也不开放 但是他就改了一个名字 然后结果网路上面的话 就继续在那边讲 你看孙大千这篇就是嘛 什么一堆是面子挂不住的打手 这是6月16号 贾永杰脸书直播留言 贾永杰要出来直播 他说的其实真的内容是什么 他说的是讲说 他发现有些尊任节目 然后拿他来分化台湾 他没有讲是哪些节目 基本上就是在讲这蓝营节节目啦 贾永杰是比较厚道 他不想要再去指名道姓 说是哪些节目 结果这蓝营人很厚脸皮耶 竟然就是说什么 都是1450在骂贾永杰 把这个事情颠倒是非黑白来讲 而且不只孙大千这样讲 赵绍康他隔天以来秤真亮 隔天以来下面留言 他也讲说都是 绿营打手不代表多数民意 那绿营打手谁嘛 你自己先在自己的节目上面 三天之前 现在还使得拿贾永杰来骂人 后来贾永杰说 不希望拿我来做分化 然后结果赵绍康还在下面 再留言是说 这些都是绿营打手 那是不是你自己就是绿营打手 到底王上志在嘟囔什么 王上志他最近突然压起来 我是觉得是不是跟佛光山被打脸 有些关系 佛光山 他是佛光山的代表吗 他原来是人间卫视的 大概几年前是人间卫视 那他一直也是以信佛 在这个网路新媒体 在网路媒体很活跃 之前稍微有点沉寂 最近又跑出来非常的激动 这个我想可能也是有 挫折之后的一些心灵反应 那在这个自导自演部分 那那个林伟峰的事件 那这当然算是一个自导自演 但是你要把现在 贾阿勇杰的这个事件 牵扯上去 那自导自演显然 如果是反串的话 那也是蓝营那代反串啊 那不会是绿营的 那绿营有蟑螂网军 使命打他吗 有吗 那也没有 我们看到是没有 因为我们就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的时候 已经是国民党在打的阶段了 国民党说有人在打 我想奇怪他的起源在哪里 因为像我们平常都在抓网络数据的 我们没有看到绿营网军 在这一方面有活动 而且没有一个 这个他们所说的政论节目 我们昨天在节目说了 这个包括民事的 包括三立的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贾永杰有负面评论 全部都是赞美耶 对我想这个在我们哲学上 其实有一个 我不太想引用学术词汇 但是这就是诉了一个稻草人 大家在那边打很爽 打到后来又被人家发现 这稻草人是你自己立的 这个可能是反串的 或自己立的 那大家又下不了台了 只好继续演下去 继续在骂说 你们绿营之前就是有搞这些东西了 但讲白点嘛 你之前就是 反正你就是被一个假账号给骗了 对那个假账号 我被骗就好了 对那个假账号最后 什么M开头 那个是假的吗 太长了 谁不知道那什么鬼东西 还把本人名字还写错了 其实那写扣扣姐 他写的是倭寇的扣 不是我的扣 可是我们来看呢 另外一个也是很奇怪的 就是陈文倩 他公布的第二类施打名单 哇 后来指挥中心还要回答 然后蔡时平呢 也这个 一直在那边追 可是我一直好奇怪 我昨天也在脸书问蔡时平先生 为什么你们蓝营的人在那里 一天到晚打特权 这个疫苗你们都没有追过 黄鹏孝先生 因为这个蓝营的打特权 已经打成习惯了 对不对 那么对于他们来讲 他不认为他们有特权 他们认为说是理所当然 这个延续过去的一贯的做法 但是我在这边我要特别的讲 为什么今天会讲说周玉寇们 会针对周玉寇来那个 这就是说周玉寇 这个家伙 他把自己做出品牌来了 周玉寇成为一个品牌 这是让我们说实在 感觉很吃味的地方 为什么不讲黄鹏孝们 对不对 那么下次讲黄鹏孝 来讲张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 第一个周玉寇成为一个标杆 我说实在 我不敢说我很会骂人 但是我看周玉寇骂人 真的 不必打草稿 然后从头到尾 一个NG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 我们是靠罢人起家的 我是靠独家新闻起家的 这一波独家新闻 是我揭发连战的 而且打那个特权疫苗 而且他是从他灵魂深处 发出来 他不是为了节目效果 不是为了说要怎么样 真的是 但是这点说实在 在所谓的绿营里面 包括蓝营 没有人能够跟他比 对不对 从早上的 没有啦 我不要你不要讲我了 你讲陈温茜跟蔡思平 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办法跟你比 讲他干什么 浪费时间 让他们打广告吗 扯温茜已经是落后指标了 对不对 真的是越来越没落了 为什么他根本没有那个功夫 没有那个精神 去好好的消化新闻 消化状况 所以他只能拿着制作单位 写着大纲这样照表超客 他有什么那个 对不对 好 赵超康也是一样嘛 你看他每次主持节目 拿一个报纸在那边翻来翻去 我觉得说真的 没笔不知道 一笔就知道 为什么炮火集中在 周一控 原来就是 他是最主要的主套 主套阵地 意思就是 你们都要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来宾 还有要当沙包的叶元支 今天最好笑的是 今天台北市政府 对好心肝 跟那个 振兴医院 有没有替连栈打疫苗 那个你知道黄山说什么呢 有看到报导 不是报导 是人家这个 振兴医院都承认了吗 不是吗名誉 他说 重点在医事机构 违反中央规定的对象来施打 需查证施打的时间 因为中央开放的时间 时段有不同对象 会请卫生局了解 这句话的重点是 是 振兴医院犯法跟连加无关 他意思是这样吧 对不对 那好啦 管他们的啦 我们讲讲柯文哲好了 柯文哲这次打疫苗 那个 超级成功吗 我他超级震怒就我了解他非常非常震怒 可是他说预约接种率就是你这个家伙你们名嘴低估台北市民数值 预约接种率有百分之九十八 他是在讲说这个因为我们在批评他嘛 就是说你要你要实现你的这个电子方案 你也不用拿85岁以上的长者来来做文章嘛 因为8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对于这种手机智慧型手机还是用的不高 可是他就是要用数据告诉你们说你看接种率百分之九十八 所以你看大家还是会用手机 可是我还是必须要讲啊 就是说柯市长你要知道说就算这些老大人他们预约成功 他们也是拜托里长或者是拜托他们的这个子孙来帮他们弄 你这对于老人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嘛 所以你不能说什么接种率 而且当时的这个台北市双北的这个氛围 还是这个疫情是蛮严重 所以大家还是会怕 今天你就算叫我翻山越岭去去去预约 那大家还是会去预约嘛 所以你要你就是不能说因为你用用数字 然后就是不反省你自己的一个机制 那就我的了解 就是说这几天他还是坚持自己是对的 所以他在家开争论节目 他超生气的 然后甚至他还列了一堆一堆名单说要提告 交给法制 真的吗 对我们讲的都是事实 他气 他就是想要提告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都乱讲我 所以他就有讲了一堆名单 所以你不要看我 搞不好我也在里面 所以他要告人 没有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柯市长 你要用这种提告的手段 就是阻止大家对你的批判 那为什么你不虚心 就是去听一听 可是你看起来他今天包括他想要提告动作 还有包括就是说他用数字告诉你台北市 其实这个独家是柯文哲要提告政论节目 来宾 没有啊 搞不好只是气话没有要告 就讲讲吉他就告了 可是那个 之前不是说什么 小英旁边人之面都贪污 他自己才应该被抓起来关 自己在那边造谣 搞不好他要告高嘉宇 高嘉宇也开始跟他切割了不是吗 唱双皇来 你也相信他们两个人都说故意的 李院长你也要被告 你在我们节目说过 证实他们这个把所有的护证系统 应该做的事情 让你们医生去做 让你们医护人员去做 对不对 院长是我们的见证者 人家跌了 来 康文哲美 我要告别你讲讲他必要搞 你怎么看这个 你这个啊 这个是你的学长吧 学弟 学弟 他看起来比你老了 他比我年轻多了 那你看他怎么 他这个讲这个什么意思 预约接种率98% 这个老人家 激进说是假数据 老人家如果接到这个 当然都会喜欢来打 所以接种率高 其实应该也是家属很关心 他说是预约 送人 有在网路上预约 也有电话预约都有了 好 但是是假数据 因为是有些人就不会用网路 也不会用电话 所以那些人才是重点 会预约的就代表没有资讯的障碍 没有数位落差 所以他说是预约的人就是想去的 所以他到现场的就98% 那关键就是没有预约的那些人 他到底有没有接种吗 对不对